多干活 晚上有腊肉吃 还是小时候干过这个活 小时候啊 丰收咯 大丰收 哎 这个晒好了吗 这个已经晒干了 下一步就 下一步就直接拉过去压菜子油了 压菜子油啊 白把筋啊 白把筋 脚到一跌吧 还可以啊 可以啊 小豆 晚上拉着两根拉牌啊 哈喽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阿伟 我是燕子 我们又回到了小豆的家里啊 哈哈 我们现在呢去摘那个菜 做饭吃 我们今天过来干农活了 今天晚上呢又吃腊肉 哈哈哈哈 吃腊排 这两天我就天天惦记的小豆家里这个 腊排腊肉啊 这个玉米熟了吗 没有熟啊 玉米还没有说熟 还没有啊 哎 来的不是时候啊 啊 熟的时候就来 这个玉米煮着吃 你们家这个这些东西都馋了这个玉米 地里面的啊 一般人找不着 这辣椒长得好好啊 这辣椒炖腊肉啊 嗯 香的很 多家辣肉没有了吗 有 真的没有了吗 有 是吧 他说没有了家家里辣肉没有了 哈哈哈哈 嗯 好了 我们回家做饭吃 带吃的玫瑰啊 不好搞 叶子都带吃的 哎呀 说你一朵玫瑰花 在哪里采的野花 什么野花玫瑰花啊 这要把今天玫瑰花上面带吃的 现在是野花你看看 是这样的 小多家种的 那的还有多少 家里面 那肉没多少呢 没有了 没有了吗 对 藏起来了 哈哈哈哈 这凉拌皮蛋 凉拌皮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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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自己拿过来了 没细啊 没洗那个 你的 你的啊 给你留着的摘了 摘着留着的啊 我给你放冰箱的 哦 我放冰箱的好快的 这里是好红啊 这里是啊 嗯 这深色西红柿 我的哪首菜 这个菜好吃 这就是生的 是吧 没熟 没熟的就摘下来炒了是啊 对 那不酸吗 酸的好吃 酸的好吃啊 一打锅 辣肉 辣排啊 西瓜 哇 这西瓜可以 有个西瓜吃 我买的还是好一点啊 嗯 今天有大桌 我是打下桌的 嗯 嗯 嗯 辣肉已经焯好水了 洗锅烧油 放一点点油就可以了 不要放多了 嗯 辣肉可以炸很多油 嗯 我也不能咸的 我来洗碗糕 我这 洗这个碗糕 这个大了 好香了 自己种的辣椒就是香啊 嗯 糕里头 哪有多好吃的 第一次吃 第一次吃啊 好吃的很 趴的很 趴的很 趴的很啊 嗯 哇 这个桃子可以 啊 蚂蚁都在抢了吃了 啊 洗一下 天天看人家软了 特别软 嗯 你看 软透了 这个 哇 好面啊 一小时的感觉 是吧 特别特别面 又面又香啊 熟透了 抬桌子 准备吃饭 哇 哇 今天又是硬菜啊 天气太热了 你看空调也开起来了 待会儿我们马上开饭了啊 就像在饭店里面一样 呵呵 我们那边那个肉就是猪肉 撒点盐 然后放了那个肝 那个肝就是那个盘子 大的盘子里面吧 然后用了石头 用了石头 用了石头压在上面 嗯 压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后来拿出来 就是干干 就行了 不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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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还要腌肉 还没腊肉 嗯 过来 过来 我看他们有些腊肉 都放了好多年了 这个腊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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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坐着 好了 饭吃完了 然后坐在门口 乘凉 这边晚上的话 就是稍微要凉快点 白天特别特别热啊 嗯 饭 饭后喝喝小茶 解腻吃的 太多了 那这两天呢 在这里呢 准备把小多家里的 那个腊肉把它吃完 吃完之后呢 我们下一站呢 就去那个贵州了 去贵州大山里面去露营 那里面呢 晚上是要盖被子的 我们去年在贵州待了半年哈 然后不舍得走 今年我们又去了 又去贵州了啊 哎 在这里真的就像度假一样 吃完又是茶喝完 西瓜又来了 哎呀吃得太饱了 吃不消停 对不对吗 本来说是过来减肥的 在路上要减肥的 特别胖 结果 卡在石门这里不动了 那么多啊 小多家腊肉已经吃得差不多了 还有三天时间 三天应该差不多把你吃完了 我觉得 嗯 朋友们 人生不过如此啊 嗯 上上播去走 好上播去上播去 嗯 去田野散步 好上播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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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